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IT Commander 今天我们来进行爱快的IKQ6000路由器开箱 这款路由器是专门为企业及网络环境设计的 支持WiFi6 单个待机量高达150个客户端 适用于大量设备同时管理 还支持爱快的APP管理 同时它还是一个爱快AP的无线控制器 如果你有爱快的AP可以直接用它来管理 不用再装一个爱快的虚拟机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它的外观 以及硬件配置和一些其他的亮点 首先我们看它的包装 盒子是这边印着它的本体的样子 然后这边是型号 然后企业级WiFi6 这边是扫码下载APP 然后盒子的侧面没有任何东西了 只有爱快的logo 然后这边是它的序列号 还有一些硬件信息 比如说网口 还有电压 待机数量等等 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盒子里面就只有两样东西 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个本体 下面有说明书 保修卡 和额证 然后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们把盒子放到一边 我们打开这个变压器看一下 一个12伏的变压器 这边写了12伏2A的输出 接头是5521的接头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路由器 这款路由器非常的简洁 没有外置的天线 全部都是内置的天线 上面有散热孔 下面是产品信息 和管理账户的登录密户名和密码 序列号 麦克地址 然后这边 就是它的网口 四个网口里面有三个千兆口 一个2.5G口 具体是哪一个 我猜应该是这个口 或者是这个口 一会我们可以连到网页界面里看一下 然后这边是WPS按键 和Mesh组网的按键 然后这个小孔 就是重置出厂设置的用的 这就是电源接口 这个电源接口 直接系我们的电源 接上之后 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款路由器偏向于企业级 配备了一个2.5G网口 和三个1GB的端口 适合需要高带宽 大量数据连接的企业环境 它的尺寸的适中 可以放在桌面或者机柜中 并且这款路由器支持WiFi6 能够提供更快的无线速度 和更强的设备承载能力 可以符合企业网络的高效运转要求 它还支持智能流控 还有精准的带宽管理 并且无需再购买AP控制器 这个设备就可以直接管理 你现有的AP设备 在这里我也稍微提一下 我自己家里现在用的是 小米路由器的AX6000 我的小米路由器AX6000 也是用了很多年了 也支持WiFi6 并且它配置了很多根的 外置的高增益天线 性能在家用环境中 表现的相当不错 视频后面 我会用爱快路由器和小米路由器 进行一下WiFi连接速率的对比 因为本频道不是专业的评测频道 所以我一会给大家只演示一下 它的连接速率 并不具体测试下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性能 这款路由器不仅仅支持高带宽连接 还具有强大的流控功能和行为管理功能 因为它是企业级别的 所以能精准识别到3000多种应用协议 它可以为关键的应用协议 提供优先带宽 或者是协议级别的精准路由 来确保网络的高效运转 此外 爱快Q6000还支持云管理和AP管理功能 适用于需要集中管理无线设备的企业环境 能够轻松的应对高负载的设备 接入和网络配置需求 下面我就给这个路由器家电 我们用电脑连接到 它发射出来的WiFi信号 我们看一下跟我的小米AX6000 速率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的小米路由器也是几年前买的了 这款是我们爱快新出的一款路由器 我们看一下到底谁的连接速率更快 总的来说 爱快的Q6000是专门为企业网络设计的路由器 具有更强大的带宽管理和设备接入支持和云管理功能 如果你需要为企业环境部署高效的网络 这款路由器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爱快Q6000偏向于企业级用户 小米路由器更适合家庭或者小型办公 它们都提供了强大的无线性能和简洁的设计 都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 但是从性价比来讲 这款路由器只卖399元 所以这款路由器的价格性价比会比小米的更高一些 好那感谢观看今天的评测 如果你对这些路由器有任何问题 或者又想了解其他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 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